编译,王德华,伊拉克的纳迪亚穆拉德和钢果金医生德尼姆奎格,共同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。 2014年8月,穆拉德与其他雅兹迪妇女被绑架,当时他们在伊拉克北部新加尔的家乡科乔村,遭到了ISIS的袭击,他和姐妹们一起被俘,他失去了六个兄弟和母亲。 英国卫报于六月刊发他的自传《最后一个女孩摘录的账节》,描述了他从受尽伊斯兰国折磨到人权活动家的非法历程。 25岁的穆拉德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奴隶生活后是把逃脱,逃脱后,他迅速成为保护雅兹敌人运动的象征性领袖,他后来被任命为联合国有关人口贩卖问题的大使。 挪威·诺贝尔委员会称,莫拉德在讲述自己经历的痛苦,并代表其他受害者到打发声时,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勇气。 一文如下,奴隶市场在夜间开放,我们可以听到楼下武装分子,登记和组织的骚乱。 当第一个人进入房间时,所有的女孩都开始尖叫起来,就像爆炸的现场一样,我们呻吟着,好像受伤了一样。 在地板上发生呕吐,但都没能阻止武装分子。 他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盯着我们看,而我们则在尖叫和祈求。 他们首先被最漂亮的女孩吸引,问,你多大了? 又查看他们的头发和嘴巴,他们是厨女。 对吧,他们问一个卫兵,卫兵点点头说,当然,就像一个为自己的产品自豪的店主。 然后,武装分子把我们带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,用手抚摸我们四处,就好像我们是动物一样。 当武装分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用阿拉伯语或土库漫语,扫描女孩并提问时,现成一片混乱。 冷静下来,武装分子一直对我们大喊大叫,安静,但他们的命令,只会让我们尖叫得更响。 如果一个激进分子把我带则是不可避免的,我也会叛逆反抗,我嚎叫着,尖叫着,还打着伸出来摸我的手。 其他女孩也在做同样的事情,他们把身体卷成球扔在地板上,或者扑向他们的姐妹和朋友,试图保护他们自己。 在较低的楼层,一名武装分子正在书中记录交易,写下我们的姓名,以及抓我们的武装分子的姓名。 我是被发尔万抓来的,他看起来有多强壮,他多么容易用赤手砸我。 无论他做了什么,无论我多么抗拒,我都永远无法与他抗争。 他闻到了腐烂的鸡蛋和古龙水。 我看着地板,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激进分子,和女孩们的脚和脚踝。 在人群中,我看到一双男士凉鞋和一双,几乎像女人一样瘦削的脚踝。 我开始祈求,请带我一起去。 我说,随你怎么想,我就是不能和这个巨人一起去,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兽子同意了。 他看了我一眼,转身对萨尔万说,他是我的。 萨尔万没有争辩,这个兽谷临寻的人是摩苏尔的一名法官,没有人不听他的话。 我跟着那个瘦弱的人走到桌堂。 你叫什么名字? 他问我。 他说话声音柔和,但不友善。 纳迪亚,我说,袭基辛加尔菲伊拉克北部,把女孩当作奴隶。 并不是一个贪婪的士兵,在战场上自发作出的决定。 伊斯兰国家计划了这一切,他们将如何进入了我们的家园,如何让一个女孩或多或少变得有价值。 他们认为,哪些激进犯子理应得到奴隶Azabian作为激励,那些应该付出代价。 但ISIS并不像其成员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独创性。 纵观历史,强暴一直被用作战争武器。 我从未想过,我会和卢旺达的女性有什么共同之处。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,我并不知道有一个叫卢旺达的国家存在。 而现在,我以一种最糟糕的方式与他们联系在一起。 我是一场战争罪行的受害者。 这场罪行难以启齿。 直到2016年ISIS离开新甲尔,世界上没有人因为弹下战争罪行而被起诉。 2015年11月,在ISIS来到我的家乡喝酒咖口一年零三个月后,我离开德国前往瑞士,在联合国一个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论坛上发表讲话。 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讲我的故事。 我想谈论一切,那些逃离ISIS,脱帅而死的孩子们,那些人被挂在山上的家庭,那些人被囚禁的数千名妇女和儿童,以及我的兄弟们在大屠杀现场看到的一切。 我只是数十万雅兹敌人的受害者之一。 我的社区是风散的,像难民一样在伊拉克内外生活。 而克乔仍然被ISIS占领,全世界都想知道雅兹敌人的遭遇。 我想告诉他们,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 我们需要为伊拉克的宗教少数派建立一个安全地带,以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最起诉ISIS,从领导人到支持其暴行的公民,解放所有的心小儿。 我必须向观众们讲述哈吉萨尔曼和他恰报我的次数,以及我目睹的所有虐待。 诚实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,也是最重要的决定之一。 我在看演讲稿时颤抖了,我冷静地说了,我跟你说了我在柯桥是怎么被抓的。 还有像我这样的女孩被带到了埃萨巴亚,我告诉他们,我是如何被反复强暴和殴打的,以及我最终是如何逃脱的。 我告诉他们我的兄弟被杀的是,讲述你的故事从来都是不容易的,每次你说出来时,你就会重新体验痛苦。 当我告诉别人,在检查点我被男人们强暴的时候,或者当我躺在毯子上被欧打时,或者我在搜寻帮助而摸苏尔天空变得黑暗时,我重新回到那些时刻和所有的恐怖中,其他雅兹敌人也被拉回了这些记忆中。 我的故事,实话实说,实事求是的讲,是我对付恐怖主义最好的武器,我打算用它,直到那些恐怖分子受到审判。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,世界领导人,特别是穆斯林宗教领袖,需要站出来保护受压迫者,我做了简短的讲话,当我讲完我的故事,我继续说,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为了演讲才长大的, 我告诉他们,每一个雅兹敌人都希望ISIS能一种族灭绝最悲起诉,而且他们有能力帮助世界各地的弱势群体。 我告诉他们,我想看着那些强暴我的人的眼睛,看着他们被绳之以法,我说,最重要的是,我想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,拥有像我这样故事的女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